茶園內50位身穿黃色背心的民眾努力的採著茶 有的非常的熟練,有的非常的深色 仔細看,有的還只是個小娃娃 這是由南投縣採茶公關懷促進交流協會所舉辦的親子採茶活動 主要的目的是要讓新世代的小朋友體驗採茶公的辛勞 你覺得採茶公辛苦嗎? 辛苦 怎麼說? 因為他們要在太陽底下曬很久 我們只要曬半小時就好 目前的採茶公人欠太多了 因為老年人年紀已經大了嘛 年輕人從事這個行業 不想從事這個行業,因為太辛苦了 所以說利用這個機會,辦這個活動 親自慢地,要讓他們體驗說慢地的樂趣 還有那個辛苦在哪裡 由於竹山路股兩區屬於大量茶產區 採茶公的推廣及教育牽扯著兩區茶農的生計 縣議員蔡宜柱、吳瑞芳、許素霞、張志民 也都親自到場為這些小採茶公加油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投入採茶公的行列 第一是我們竹山在地很重要的農產品 有辦法讓整個家庭來學習萬地的趣味 一方面可以讓我們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還有認識一下茶葉是怎麼採的 這個萬地的辛苦也有技術也有種種的行程 所以我們在喝茶的時候我們也要體貼到 這個萬地的辛苦 大熱天象在那裡採茶的這些辛苦的 那個採茶公老公們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議長何生峰感謝採茶公關懷促進交流協會的用心 讓年輕世代能親自體驗採茶的辛勞 而採茶是所有的茶葉在製作過程中的第一道程序 因為需要長期的曝曬在太陽底下 導致現代的年輕人興趣缺缺 希望政府盡快研溢出解決的辦法 才不會讓採茶公出現斷層 衝擊到未來的茶產業 記者黃宣瑞竹山正採訪報導